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板块专题系列 今天我们继续追踪Doggrove 在上周四安华宣布成为我国第十任的首相时 Doggrove有上攻一根阳线 不过周五又被一根阴线打回下来 现在应该要怎样看呢 这是周五Doggrove的收盘在九毛玉跌7.5 跌幅约7.61% 我们可以看到它开高然后走低下来 如果是开高走低肯定是一根阴线 在上市1月18号的时候 我们有追踪分析过Doggrove 然后它大选进三天连续跌 然后周五又跌破了支撑点 是不是要转跌了吗 我们来复盘一下之前的走势 这个就是它在这里上攻到1.04的时候 然后又连续收了三根阴线下来 是不是要转跌了 之前我们分析如果它跌破了支撑0.89 那么它继续下跌的几率是很大的 所以当时我们要看能不能在这个目前的支撑0.89能保守得住 如果跌破那么第二个支撑0.83就是复盘线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再跌破那么Doggrove又要走一波下跌的走势了 而当时的指标巴勒波勒在青色圈圈 所以它还没有受阻回落 但是MACD在水上又要开始转弯了 所以它有机会继续下跌 所以我们当时看这两个支撑能不能守得住 如果能守得住 那么它可能会震荡或者回升上去 好这是周五的日线图也就是最新的走势 它在这里下跌了三根阴线过后 有收阳线回来 然后在这里没有跌破0.89 在这里获得支撑 在这里获得支撑 然后它周四有上攻回一根阳线上去 突破了之前的支撑0.94 是相当好的 所以不过它在周五的时候 又被一根阴线 这个红色的蜡烛就是阴线打回下来 把这一个周四的阳线吞没掉 也就是这一根阳线的脏幅 被这一根阴线打回原形 在这里 所以目前它的上升势头 其实是受阻的 也就是它要在上攻 这个1.04的前高阻力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有卖压在这里 所以它才可以打回下来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支撑0.89能不能守得住 之前它守住了 如果它继续下跌的话 那么它这个上升波段就结束了 所以是非常的关键 不过现在当时我们看这个青色圈圈还是在下面 不过现在这个巴拉玻璃的红色圈圈已经开始在上面了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上升势头已经受阻回落 所以这个指标巴拉玻璃 显示它的上升动力已经没有了 而要开始的下降的动力 除非它可以突破这个巴拉玻璃红色圈圈上去 那么它的青色圈圈才可以转回在下面来 不过这个比较重要的MACD指标 它在这里已经要转弯了 看到吗 这里如果再下去就是死差了 也就是如果死差后 它的下跌动力将会加强 所以目前我觉得Doggrove的走势 而它上攻的机会比较困难 而如果它守不住这个0.89的支撑 那么它是下跌 所以目前个人不是很看好 除非它可以上回这个0.94在上方波动 那么它就比较强一点 但是如果继续在这个0.89的区间这里波动 那么万一它跌破的话 那么它下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好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以上案例是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如果你有意见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 或者Facebook page留言交流 和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忙like share 还有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还会分析更多的技术分析 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